阿富汗素有中东地区绞入基之称 也成为一些强国的伤心之地 比如英国的殖民战争 苏联或阿富汗战争 以及美国的反恐战争 阿富汗像一个战争泥沼那样 不断使得这些国家深险其中 对其投入巨大经费 还一度损兵折价 但又没有捞到多少好处 尤其是美国 他们一开始打着反恐的名义禁决阿富汗 20年来 总计在阿富汗战场上 投掷了将近上万亿美元 不仅没有消灭美国口中的恐怖势力 反而让其组织数量越来越多 打得美军疲倦不已 美国在阿富汗陷入退军不行 禁军不能的尴尬局面 为什么美国会一直揪着阿富汗不放 而阿富汗又为何让美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呢 阿富汗地处中东地区至关重要的地带 在面积上有64.75万平方公里 人口上则接近3200多万 国内普遍信仰伊斯兰逊尼派 是一个回教国家 作为一个山脉居多的地方 阿富汗境内的山地所占面积达到80%之多 而且伴随着沙漠化 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地区 阿富汗的GDP值只有200亿不到 远远低于我国一个普通城市的水平 并且自古以来受到战争的影响较深 这导致阿富汗经常处于重建的状态 不仅如此 阿富汗的交通非常闭塞 而且国内人民在生活上非常困难 有些地方甚至接近原始状态 他们的主要产业是农牧业 且从业人口占全国比重很大 尽管如此农牧业还不能使得他们自己自足 阿富汗也依赖别的国家对他们进行帮扶 作为一个比较贫瘠的国家 阿富汗既没有周边中东国家那样的石油资源 也没有成型的港口 但是它在战略上的意义可见一斑 阿富汗处于中东地区最关键的位置 而且它作为中亚、西亚、南亚的交界处 与诸如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相接壤 另外 阿富汗的自然环境还能提供电力 而且阿富汗有1400多种矿藏 能够产生超过100万亿美元的价值 可以说在矿藏资源上 阿富汗有一定的优势 且阿富汗在战略上更有重大的意义 多个世纪以来 因为阿富汗作为一个连接西亚、中亚、南亚的枢纽地带 一直引起很多霸权国家们的际遇 等于说谁掌握了阿富汗地带 谁就能掌控整个中东地区的制高点 在古代的时候 阿富汗先后被中东一些国家所统治到了近代 一些西方国家也基于这块土地 并且都派兵进发国阿富汗 但基本上都是以碰壁而告终 他们时刻都想控制阿富汗 但就是无法达成愿望 19世纪初期的时候 英国当时以日不落帝国的威名 在全世界横行霸道 并且在亚洲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地 并且还想将势力延伸到中东地区 英国对阿富汗发动了三次战争 三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开始英国认为自身无比强大 区区阿富汗不在话下 然而英国在进入阿富汗战争后 却从此动弹不得 英国军队先是攻克了阿富汗首都 但是没过多久 他们又遭到一些反对势力的打击 英国军队被日夜骚扰 使得他们疲惫不堪 很快第一次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 以英国退军而结束 在英国第一次与阿富汗开战之后 过了40年 英国又卷土重来 再次派军进攻阿富汗 跟第一次一样 英国先是拿下了阿富汗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批又一批反对势力 折磨英国军队 英军以修整为名义撤军 英国人仿佛打阿富汗打上瘾 又对阿富汗发动了第三次战争 这次被阿富汗官方给打退 三次战争 让英国赔上了一大批的军队 甚至也一定程度上使得英国的国力衰弱 在第一次大战之后 英国就没敢再来侵犯阿富汗了 当时沙皇俄国也一度想来 染指阿富汗的国土 然而眼看英国无功而返 随即沙俄也打消了念头 20世纪70年代 苏联与美国分庭抗礼 同时苏联也学着美国搞霸权主义 在欧洲到处靠核威胁来收小弟 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害怕苏联的军事力量 他们要么倒向美国 要么对苏联投怀送抱 苏联还打算来中东地区拉兄弟入伙 然而阿富汗就是不买账 他不想参加美国的阵营 也对苏联的队伍不感兴趣 苏联发现阿富汗在战略上亦非凡 于是向阿富汗抛出橄榄枝 想让阿富汗站在苏联里一边 阿富汗里愣是没有搭理苏联 这可让苏联觉得给脸不要脸 当即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 不明事事的阿富汗 于是在1973年 苏联找了一个理由 向阿富汗进军 这一打就打了十几年的时间 一开始苏联还迷之自信 认为有先进武器在手 那么贫穷的阿富汗几天就可以拿下 然而几个星期 几个月 几年过去苏联还是没有拿下阿富汗 甚至被阿富汗的军队搞得晕头转向 阿富汗军队凭借对地理环境的熟悉 采取了游击战的打法 将苏联军队打得晕头转向 为此 苏联加大了经费投入 并且派出大量军队 还使用了一系列先进武器 就是无法攻破阿富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极大程度地消耗了自身的国力 最后苏联内外交困 不得不宣布从阿富汗撤军 可以说自从英国和苏联之后 阿富汗作为战争泥沼的称号便由此而生 苏联大厦轰然倒塌之后 美国一下子失去了对手 他们也能腾出手去执行所谓的全球扩张计划 美国时刻都基于中东地区 其原油是石油 矿产 天然气资源使得他们非常眼红 在90年代的时候 美国还以支持科威特的名义 派出军队去教训伊拉克萨达姆当局 发动了著名的海湾战争 目的还是为了中东的石油 并且逐渐建立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升危 在911事件之后 美国认为自己颜面扫地 扬言一定要抓到凶手 美国说干就干 很快就展开了所谓的反恐行动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 最终将目标定位于中东 说是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势力干的 美国很快向阿富汗的恐怖势力发出通告 限定他们日期赶快交出相关人员 不然美国将对阿富汗发动制裁 阿富汗恐怖势力没有被美国吓到 当即表示拒绝 这让美国小布什当局气急败坏 于是小布什下令对阿富汗进行制裁 说是为了维护世界安全 打击恐怖势力 这自然是美国惯用的手法而已 阿富汗的地缘战略位置 使得美国早就对他们垂涎三尺 并且阿富汗一直和我国伊朗 俄罗斯三国的关系不一般 并且还承担起连接三个国家的桥梁作用 美国意识到不如趁此机会 打击一下阿富汗 正好可以遏制一下中俄一三国的发展 以此巩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 于是美国开始整装待发 打着反恐旗号向阿富汗进发 然而美国似乎高估了自己 昔日的英国和苏联 都曾在阿富汗战场上折起沉沙 现在美国自己又来烫这浑水 他们认为 压根不相信阿富汗是帝国坟墓这一说法 美国禁军阿富汗 刚开始时和英国一样 美军势如破竹 打得阿富汗恐怖势力招架不住 再加上北约派出飞机 对阿富汗进行狂轰乱炸 恐怖势力只得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出 跑到阿富汗偏远山区躲起来 美国也为此扶持一个 叫北方联盟的阿富汗政权 成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棋子 初期的美军看似是胜利在望 然而却不知这只是开始 自从美国就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沼之中 无法脱身 历史在重演和苏联那样 当地的恐怖势力像过去对峙苏联那样 采取了游击战的打法 正好阿富汗山脉居多 而且山脉还能作为天然的掩体 恐怖势力就派出部队 分成一个个小组 每个小组是一个小分队 游离在这些地区当中 美军那些先进的装甲机车 根本无法开进去 而且阿富汗山区当中 亦有不少天然的山洞 可以作为防空洞 且还能改造成防御攻势 这让美军的空袭失去意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军只能派陆战部队进山围剿 但阿富汗恐怖势力 对当地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美军却对此陌生 尽管动用了一切先进武器 最终还是让美军犯难 美军和阿富汗恐怖势力军队 展开了一场又一场 猫捉老鼠的游击战 很快美军就精疲力尽了 在阿富汗山区中陷入了僵局 正在美军焦头烂额之际 喀布尔传来消息 称美国扶持起来的北方联盟 这批工作班子内部冲突不断 并且起了内讧 最终这群人自己打起来 这让美国更是头疼了 就在美国试图调节 北方联盟内的矛盾 理清关系的时候 阿富汗民间反美组织 一个接着一个冒出 这让美军应接不暇 到底该忙哪头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陷入了打打停停 停停打打的状态 美国本来想撤军 但不久后 因为美国驻军不够 又被冒出来的各种反美组织吊打 逼得美国只能驾派驻军 而在美国驾派驻军之后 一些阿富汗反美势力 又跟美军玩声东击西的游戏 美军一路追赶这些反美势力 到了山区 这些势力又跟恐怖势力接上号 让美国无从下手 从2001年美国向阿富汗派兵 到2021年美国当局宣布 从阿富汗境内撤军 美国在阿富汗号了 整整20年的时间 截至2017年 美国对外发布数据称 美国从2001年到2017年 这整整16年中 总计在阿富汗战场上 投入了达2.4万亿美元的经费 并且每天都要消耗近乎4亿美元 并且还不断增派士兵 尽管如此 美军在消灭阿富汗恐怖势力上 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通常是眼看将一些组织消灭 但又有新的组织冒出来 并且北方联盟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 让美国即使投入巨资都无法管理 更别说找一个合理的美国代言人 美国在阿富汗 没有扶植其稳固的亲美政权 这让美国更是无地自容 这就等同于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 因为阿富汗没有被美国拿下 就这样在阿富汗耗了20年的美国 他们也在不断消耗自身国力 同时 中俄一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加强 且我国的实力在增强 美国本想制裁我国 但一直臭不开身 而且忌惮俄罗斯的打击 就这样 2021年美国当局 只能将在阿富汗的美军部队尽数撤回 虽然他们还是在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但是明白的人都知道 再拖下去 美国可能会走向苏联那样的结局 美国借20年的阿富汗战场经历证明 阿富汗是强国的伤心地 竟直让英国 苏联 美国等国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还严重地拖垮他们成为战争的泥沼 这也是他们直接导致的结果 正所谓多行不易必自闭 打着维护正义的旗号 但本质上霸权侵略的战争 迟早会将自己拖入火坑之中 美国在阿富汗的下场正可谓自作自受 美国在阿富汗的下场正可谓自作为战争的 美国在阿富汗的下场正可谓自作为战争的